隊友 請開始 好,大家好,我是Kervi 那這次的提案是基礎建設下面的文篇戰鬥團 這是東西什麼東西呢? 呃..這就要談到這一點 剛剛在那個開場跟那個新手教學的時候 大家看到不少專用名詞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專用名詞相當多 在一次的開場就介紹完 講說砍材大家應該還不知道什麼意思對不對 家家已經知道了 那豆腐呢 豆腐有什麼意思 這邊有一些專有名字砍材 就是去收集開放資料 豆腐就是做那個文件的切割 然後再做群眾外包的那個文字辨識 但像這個例子高挫折 其實我們這些字多少都會有碰到這種case 大家就覺得這個字大家看不懂啊 我們應該要加一個解釋嘛 那這邊就有人說 那引導照這個GTV黑化 這就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個黑Pay 裡頭寫滿了各式各樣的名詞 解釋工具類黑化等都類 挖坑母號啊什麼的 好像不賴 但是這邊有些缺點 第一個就是已經好久沒維護了 第二個就是 每一個詞條都集中在這裡頭 有時候你難以去單獨指射 我要跟某個人講這個黑化什麼意思 你要貼整個Pay他要自己搜尋 這邊會有一些問題 那還有一些case 比方說這種事件型的黑化 這不太穿黑化 第0次向日葵數位提名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太陽花第一次 那我們來大腸畫一下 這不是太陽花 第二次卸任文具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找一下 這邊有一個像這樣的PTT貼文 其實PTT上面已經沒有了 這個資訊已經沒有了 那這個東西其實大家有些人有收集 我們沒有開放出來 比較可惜 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把像這樣子的名詞 再做一次詮釋 好像高強功德這種東西 那有點像wiki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wikipedia嘛 那你在上面找功德 你只會找到這樣的東西 你不會找到功德跟愛情德 還有黑客送 所以我們 我就想說我們可以來弄一個 gmv wiki 那其實已經下好了 你就打gmv.wiki 你就會練到這一頁 上面已經有一個名詞解釋 就很好 那只是這個東西 要自己做 有時候也是蠻累的 那剛好 其實大家都會打字嘛 我會打字應該可以進去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起來幫忙做 這個wiki有個好處 它的資料會直接到 KHAP上面 變成很多的markdown檔 所以等於是一種organized的資料 所以這次構想就是想說 我們可以把黑化 逐漸的去轉入 然後整理各式各樣的詞條 跟資料 那甚至說我們可以再開始 逐漸的把這個文編團 轉移到一個地方 叫做林志登錄的粉絲團 來幫忙去做一些 名詞解釋 去做推廣 再進一步的開始 去把這個已經 好像沒有運作的粉絲團 再把它運作起來 OK 所以我希望文字工作者 跟有小編之間的人 專案授權基本上就吸吸鈴啦 OK 好 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 好 那如果今天有新參者 新參者就是遇到 欸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黑化的話 也歡迎就是找黃背心的朋友們 然後來詢問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 消化 廢水 不